马郎一看 大兰这么蛮不讲理 转身就走开了 藤妖怎么会轻易地死心呢 她又拿出了一个金坠子 交给了大兰 她说 半夜时分 只要大兰带着小兰 在金坠子的指引下来到她家 那么就可以领取双份的宝贝了 大兰一听 哎呦高兴坏了 赶快跑回家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 正在给马郎绣荷包的小兰 到了半夜的时候 大兰拉着小兰 在金坠子的指引之下 向森林伸出走去 森林里一片漆黑 他们走啊走 来到了藤妖的洞穴 进去之后 藤妖指着满洞穴的金银财宝 对小兰说 只要你把马兰花交给我 这些就都归你了 那可不行 马兰花是马兰山和大火的守护神 不能给你 小兰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藤妖 藤妖一看 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她马上陷回了原形 而且把小兰困在了一株大大的植物里面 在藤妖的威逼利诱之下 大兰穿上了小兰的衣服 假扮成小兰来到山上找马郎 还带来了小兰给马郎绣的荷包 马郎特别高兴 她看到荷包上的马兰花呀 栩栩如生 这个时候呢 大兰说 哎呀 我要是能带上马兰花 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哪怕一会儿也好呀 马郎犹豫了一下 拿出了马兰花 交给了大兰 大兰把马兰花带在了自己的头上 还趁马郎不注意 拿了一朵假的马兰花 掉了包 她心中窃喜 这个傻小子 真把我当成小兰了 这句话被巴西鸟听到了 她说 啊 是大兰 这个时候 大兰带的金坠子 忽然变成了一条毒蛇 咬住了巴西鸟 巴西鸟 马上说不出话来了 它变成了一株张着嘴的植物 走不了 真着急呀 它赶快让周围的小动物去给马郎送信 这个时候小动物们奔走相告 不好了 不好了 巴西鸟出事了 大兰偷走了马兰花 马郎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它想 我一定要夺回马兰花 并且拯救巴西鸟 腾腰终于得到了马兰花 但它背弃了诺言 把大兰变成了一尊石像 大兰的宠物肥肥 那只小猫看到这之后 特别害怕地赶紧躲了起来 腾腰施展法术 念起了它的黑暗咒语 忽然 马兰花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夜空 但是腾腰手中的马兰花 在光芒绽放之后 很快地就枯萎了 腾腰大失所望 她一想 哼 马兰花也没什么用了 就把它扔了 这个时候 刚刚被困在植物里的小兰 捡到了这朵马兰花 腾腰一想 嗯 没有了马兰花的帮助 马郎不堪一击 我要把它和整个的马兰山 捏个粉碎 说着腾腰走出了山洞 马兰望着暗黑的天际 知道马兰花已经被毁了 她发誓 即使没有马兰花 也要守住自己的家园 腾腰离开之后 肥肥连忙帮助小兰 去挣脱绑着她的植物 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 小兰终于脱身了 她拿着马兰花 飞快地向洞外跑去 不好了 腾腰来了 大探消息的动物 飞奔来抱 马兰背起了箭筒 爬上了山顶 她在那里等待着 只见腾腰伸出 无数灵活的藤蔓 卷起了颗颗树木 扬起了阵阵沙尘 美丽的马兰山 变得满目疮痍 可怜的王老爹 不知道山上的情况 这么凶险 他还上山来找女儿 被这个腾腰的藤蔓 啪的一下 打到了山顶 晕了过去 腾腰很快地 就找到了马兰和他的动物们 哼哼 没有了马兰花 还想跟我动 他挥舞起 无数根灵活的藤蔓 把动物们缠得死死的 这个时候 马兰搭弓射箭 一箭射中了藤妖的头 藤妖啊 一疼 松开了藤蔓 动物们暂时得救了 马兰带着动物们 向森林的深处走去 可是没过多久 藤妖就追了过来 你们全都在这儿呢 他张牙舞爪地扑了过去 他伸出藤蔓 想要缠住马兰 马兰使劲地挣脱 但是他的弓箭被折断了 你们已经完蛋了 这里的一切都会属于我的 藤妖发出了猙獰的笑声 就在这紧要关头 一个身影举着马兰花出现了 小兰朝马兰他们跑了过来 小兰 马兰喜出望外 也朝着小兰跑去 哎哟 这么痴情的姑娘啊 藤妖尖笑着 她挥舞起藤蔓 一下子把小兰打进了湖中 小兰在湖中 慢慢地向湖底沉了下去 在水流的冲击下 马兰花一半一半地脱落开 浮上了水面 看到这个情形 马兰纵身一跃 也跳进了湖底 藤妖盯着平静的湖面 心中想 这一下他们肯定都死定了 一定被淹死了 接着她得意地对动物们说 现在轮到你们了 动物们尖叫着四处奔逃 可是她哪里逃得过藤妖的掌心呢 被藤妖打得七零八落的 接着她抓起了动物们 就要送到嘴里了 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 只见她的身后一道亮光闪来 漂浮在湖面上的马兰花瓣 在亮光中一半一半地聚拢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花苞 这个花苞当中 马兰和马兰渐渐地从湖底生了出来 藤妖大惊失色 这不可能 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中 马兰和小兰高高地举起了马兰花 念起了咒语 马兰花 马兰花 风吹雨打都不怕 勤劳的人在说话 请你马上就开花 在大家虔诚的咒语声中 马兰花绽放开了 发出了耀眼的金色的光芒 这光芒有如熊熊的烈火 藤妖来不及挣扎 来不及呼喊 在烈火当中就化为灰烬了 光芒照亮了整个的马兰山 八喜鸟也恢复了原样 王老爹在山谷底下苏醒了过来 大兰也由石像变回来了 经过这个教训之后 他幡然悔悟 真诚地祝福着小兰和马兰 从此以后 小兰和马兰和他的动物伙伴们 幸福地生活在马兰山 一起守护着他们神奇 富饶美丽的家园 好 今天为小朋友们讲了 马兰花的故事 小兰花的故事好听吗 好 听 好 对